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参加发布会被摄像对脸拍,看清无律镜颜值后,网友,杜华。 近期,备受瞩目的演员杨子再次成为了话题焦点,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他的新作品, 而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番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杨子最近连续参与了两部电视剧的拍摄《女心理师》和《陈湘如谢》, 这在业界被认为是相当辛苦的工作。 尤其是《陈湘如谢》这部剧,也是根据小说改编, 但有传言称这是一部由欢瑞自制的剧集, 似乎只在推广公司旗下的艺人。 然而,杨子接受陈湘如谢女主角的角色时, 遭到了他的一些粉丝的反对, 他们认为这个角色不适合杨子, 对于剧中的男主诚意更是不满, 认为这是为诚意提升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尽管一些粉丝对杨子的角色选择表示担忧, 但更多的是对女主角的设定提出了质疑。 据说, 剧中的女主角应该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性, 然而, 与此相反, 杨子的外貌似乎与这一形象不太相符, 这引发了一些人对这部剧的担忧。 除了新作品外 《青三行》也是备受关注的一部剧, 但由于一些私藩事件, 这部剧也备受批评, 甚至被指责为杨子的粉丝不认可的作品。 杨子作为一名演员, 在职业道路上一直在寻求转型, 但似乎一直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尽管他试图摆脱偶像剧的束缚, 但似乎仍然无法完全摆脱。 这种困境令人费解, 也让人对他的未来发展产生了疑问。 然而, 尽管杨子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 但他仍然是备受欢迎的演员之一。 他不仅在拍摄期间忙于工作, 还经常参加各种发布会和晚会活动。 最近, 他频繁出现在品牌活动中, 被认为是新代言人之一。 然而, 最近一次在发布会上被摄像对脸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些人对杨子之前的外貌产生了质疑。 事实上, 他的一些照片似乎暴露了他的真实面貌, 让人们开始怀疑他是否进行了整容。 虽然杨子一直坚称自己是天生励志, 但他近期的外貌变化却令人怀疑。 有网友指出, 他的脸部僵硬的表情让人联想到另一位知名人是杜华。 杜华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熟悉的名字, 但一提到他是王一博的老板, 许多人都会想起。 对于杨子的外貌变化, 网友们表示不敢相信,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猜测。 然而, 这种变化也反映出演员们工作的辛苦程度, 他们经常在紧张的行程中工作, 很少有时间休息, 这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考验。 总的来说, 杨子作为一名演员, 尽管在职业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他仍然努力工作, 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原创成亦被女高层力捧。 戏录全部照搬杨子, 新经纪人是营销高手。 近期, 由欢瑞影视出品的电视剧《琉璃》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诚意作为该剧的男主角, 通过该剧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琉璃》的成功营销策略 使几位主创的人气迅速上涨, 表明欢瑞影视在宣传方面 做出了恰到好处的调整。 诚意因在《琉璃》中的出色表演而容生 为了欢瑞一哥, 成为公司高层独宠的对象。 在诚意成为公司的重要资源之后, 他得到了更多的影视资源。 尽管他在与女主角的搭戏中显得有些乏味, 但他仍然能够激起观众的兴趣, 他的热度依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正因为诚意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欢瑞影视对他的发展路线进行了调整。 目前,很多流量明星都对主流影视资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但诚意并没有急于争强眼前的资源。 相反, 他开始在时尚领域持续发展, 成为了浪凡的心动大使, 并逐渐向女明星靠近。 据悉, 欢瑞影视已经将曾经带过杨子的经纪人安排给了诚意。 杨子作为欢瑞影视最知名且具有较强吸睛能力的女星之一, 与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在签约后出演了几部欢瑞影视的剧集, 迅速稳固了在娱乐圈内的地位。 杨子多年来一直在古装剧中活跃, 而现代剧则具有更干净利落的形象和角色性格, 更容易吸引粉丝的关注。 相比于仙霞、古偶、武侠等题材, 现代剧的热播要求更容易达到, 但现象级的大爆发却较为罕见。 成毅受到了要求直接模仿杨子戏录的影响, 连续出演了几部古装剧后, 他决定直接加入南风之我意的拍摄组。 曾经帮助杨子获得成功的经纪人在营销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使杨子成为了90后花岭军人物, 因此成毅决定全盘接受其经纪人的发展方向, 并计划通过欢瑞影视的牵线与杨子合作。 对于成毅与杨子的搭档, 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两位年轻明星的搭档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 进一步推动娱乐圈的发展。 然而, 也有人对他们的合作持有疑问, 担心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剧集的成功依赖于明星效应, 而忽视了剧情和制作的质量。 综上所述, 成毅作为一位备受关注的演员, 通过餐饮琉璃获得了成功。 欢瑞影视对他的发展也做出了调整, 在营销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成毅与杨子合作的新具备受关注, 人们对两位明星的合作抱有期待, 但也对他们的合作前景持有着一些疑问。 这一事件给整个娱乐圈带来了不少影响, 人们对于明星的发展和行业的走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